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药材财经台为您直播的股市直击 我是淳子 今天我们很高兴请来了药材证券的A股分析员潘灵翘潘小姐 来为我们分析一下今天的A股走势 潘小姐您好 淳子您好 那今天早上开盘 互生两市是双双的低开了 互指震荡回升之后是再度的下挫 那目前上证指数是报3648点 跌了将近100点 那生存值是跌了278点 报12405点 那互生300指是跌68点 报3757点 那创业板指同样也是下跌 下跌63点 报24441点 那潘小姐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楼市方面了 那之前我们也是知道啊 其实政府一直是在放松这个楼市方面的一些政策的 但是呢 因为有一个消息啊 说是北京的政府啊 想要迁往通州 所以在通州的房地产呢 就出现了一个暴涨的状况 所以目前呢 也是出台了一个限购令啊 也是限购他这个在通州地区的房地产的这样一个买卖活动 那通州呢 在上周六起啊 就已经开始执行了限购令了 所以潘小姐 你怎么看这个限购令以及给房地产带来的有关影响呢 那么从通州的这个升级版的限购令上面来看呢 那么其中呢 对于购房者的这个户籍啊 已经拥有的住房数量 以及呢 像是这个在通州地区的一个缴纳社保或者是个人所得税方面的一个年限呢 都是有出台了一个规定的 所以呢 这就使得呢 那么购房者的一个要求呢 更高了 那么对于很多因为是受到这个通州市要成为北京行政中心的这些消息之后呢 而进行的这个投机的一个买方炒作的人来说呢 可能呢 很多都是不能够符合这个购房的条件 那么因此呢 在这个上周六这个公布了这个升级版的限购令之后呢 在第一个周末呢 从通州的房地产市场上面看呢 就是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降温 那么新房的网签数量呢 就创下了一个新低 所以呢 那么从这个限购令上面看呢 对于这个当地的房地产市场来说呢 是起到了一个明显的降温的作用 而且呢 在这个成交量啊 以及呢 这个柔市的一个这个价格方面 未来都可能会出现一些的一个下降 那么这对于像是之前因为凭借这个消息 而炒上去的这个首开股份来说呢 影响呢 就会比较的负面了 那么另外呢 在这个通州的这个升级的限购令之后呢 在河北的燕郊地区呢 出台一些限购令的可能性呢 也是在加大的 因为呢 这个河北的燕郊地区呢 它距离北 北京非常的近 那么受到呢 经经济一体化这些概念的 规划的一个炒作之后呢 当地的柔市呢 也是非常的火爆 那么房价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上涨 甚至呢 是超过北京的部分曲线 所以呢 那么市场也是预期呢 当地可能会进行一些的一个限购 那么如果一旦限购的话呢 对于燕郊地区的它的一些柔市的一个成交啊 以及呢 房价这些方面呢 可能呢 都会产生一些的影响 那么使得呢 这个继续的一个涨幅呢 会相对的有限 但是呢 从整体的这个房地产市场上面来看呢 根据昨天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这个数据呢 那么像是北上广深的这些一线城市呢 7月份的新房的一个成交价格呢 是继续处在一个上升的过程当中的 但是呢 涨幅呢 是有所收窄 那么二线城市呢 绝大部分呢 也是处在一个继续上涨的过程当中 涨幅呢 是低于一线城市 其中呢 三线城市呢 大部分呢 是继续处在一个下降的过程当中 相当于是整个的一个三线城市呢 依然是处在一个比较漫长的去库存的一个状态 那么这些数据呢 也是反映出了 7月份的一个整体的楼市呢 跟前几个月相比呢 并不是这个差别 并不是特别的大 那么继续呢 是处在一个需求恢复 缓慢复苏的过程当中 那么因此呢 这个通州地区的一个限购呢 也是相对的是显得一个比较的个案了 对于整体的一个楼市的影响呢 并不会特别的大 那么下半年呢 在楼市的政策方面呢 除了像是一些的降准降息这些货币政策之外呢 那么出台一些专门针对于房地产市场的这些刺激政策呢 可能性呢 可能并不是特别的大 但是呢 接下来就要到来的这个9月份 已经10月份呢 是传统的这个金酒银食 那么楼市的一个旺季 那么对于接下来两个月呢 可能呢 在这个楼市的成交方面呢 依然会是比较的火爆的状况 尤其是呢 一线城市呢 成交量呢 可能继续是维持在一个高位的水平 所以呢 也是能继续的重点 关注一线城市的这些地产股 嗯 接下来两个月这些地产 都是属于地产的这样一个旺季啊 所以大家呢 也可以持续的关注相关的股份了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航空方面了 那中之资本 中航资本呢 昨天晚上呢 是发表了公告就表示了 你与中航科工 中航电子 中航飞机 以及中航机电呢 共同啊 是对沈飞集团和成飞集团 现金增值呢 合计不超过50亿元 那么其中啊 中航科工和中航资本增值的金额呢 会不超过19亿元 这个19亿元其实是比较多的 那剩下的呢 中航电子 中航飞机 中航机电的增资金额呢 分别是不超过5.4亿元 4.4亿元 以及1.96亿元 那派小姐我们也是知道啊 之前从8月7号开始 他们就开始陆续的停牌了 那这几家公司呢 分别是中航资本 中航电子 中航飞机 中航机电啊 都于今天呢 会进行一个复牌了 所以你怎么看这几个公司停牌 又复牌之后的一些发展情况呢 那么首先呢 这个沈飞集团跟成飞集团呢 都是军工的一些尖机机的一个整机制造单位 那么在这个周边的国家 我们国家周边的这些安全形势 寓意复杂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国家呢 也是对于一些的空域安全 以及空军的作战能力这些方面呢 都是在不断的这个重视起来的 所以呢 在这个 这些空军的一个装备啊 这些方面啊 中央的一个预算呢 也是在不断的增加 那么这对于这两家企业来说呢 都是利好的 所以呢 那么企业的一个前景呢 也是看好的 那么因此呢 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呢 中航系的这五家的子公司呢 对于这两家企业的一个增值呢 相当于呢 是可以呢 能够分享到这些企业所带来的一个收益 那么对于股价来说呢 也是有一个正面的作用的 那么其中呢 根据这个增资的规模上面来看呢 那么相比的这个中航资本呢 是大幅的高过其他的这三家 在A股上市的这个公司 所以呢 它的一个受益的状况呢 是最为这个 最为受益的 那么对于股价的一个提升呢 也是比较的大 那么另外呢 就是这个省飞集团 跟陈飞集团呢 它们都是同属于中航工业旗下的这个公司 那么这样一次的一个增资呢 也是相当于呢 是将这个中航系的一些旗下的这些上市公司呢 入股到其他的一些军工企业当中 那么也是相当于是资产证券化的一个重要的一步 那么那么反映出了呢 中航系的内部呢 也是在进行一些的改革 那么从这个军工板块上面来看呢 目前呢 这个整体的这个十大的军工企业呢 证券化率呢 是平均只有30% 那么相比国外的这个资产证券化率 70%到80%来说呢 还有比较大的发展空间 那么而中航系呢 它的一个资本的运作呢 是最为成熟的 那么资产证券化率呢 是达到了60% 那么因此呢 那么中航系的每一个动作呢 也是令市场呢 是看成是整个军工板块的一个分项标了 那么对于军工板块来说呢 后续的这个资本的运作这些方面呢 以及改革这些方面呢 都是值得进一步的一个关注的 但是呢 从这个板块的一个股价上面来看呢 目前呢 并不是特别的便宜 尤其呢 是在从7月初以来呢 经历过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一轮的一个炒作 之后呢 那么像是中航电子啊 它的一个市盈率呢 是达到了103倍 而中航飞机的市盈率呢 也是接近300倍 那么因此呢 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继续的一个这个炒作台的风险是比较大的 所以呢 建议等股价回调之后呢 再进行一个考虑 看来目前这个市盈率是非常的高啊 所以大家在买入的时候呢 可能也要参考一下这些数据 然后在回调的时候再进行一个买入了 好 感谢潘小姐给我们做出的详尽分析 也希望潘小姐的分析呢 是可以帮助到大家的 那潘小姐 之前我们所涉及到的股份 您是有持有的吗 没有 好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